高雄有一名房東遭到過世 房客的親友控訴 說居然是沒經過家主同意 任意就把死者的物品給丟棄 甚至死者生前 其實已經預付了三個月的房租 但是房東目前已經把房屋 另外租給他人 也因此家主決定 要向房東來提告爭取相關權益 吳媽媽大派出所請求協助 因為他的兒子在租屋處過世後 房東疑似沒有經過死者家屬同意 就把遺留在房內的私人物品 統統丟掉 面對房東的行為 死者朋友也在網路上控訴 他在沒有通知家屬的情況下 擅自侵供房內私人物品 再租給目前的租客 甚至辯解在大樓貼了公告 沒人理會 才會直接把屋內的所有東西都丟棄 但當初房客乘租房屋時 已經預付了三個月的房租 以及一年的管理費 網友紛紛留言表示 面對這樣的情況直接提告就好 別想著好好溝通 房東這樣會有報應 到底是有多缺錢才會這麼急著租 根據了解無性男子是髮型設計師 在九月底的時候沒來上班 女朋友上門查看才發現他猝死在租屋處的浴室 家屬在得知消息的隔天就有先把死者的筆電跟手機拿走 後來忙著處理後事等房東通知 但等到十二月二十七號要到租屋處收拾兒子的遺物時 才發現租屋處的門被換了鎖 不敢相信房內的貴重 以及具備紀念意義的物品就這樣被丟棄 非常痛心 如果死者的遺物在未經合法制成人處置之前 我們建議房東不應該也不允許私自救 死者的遺物做任何的處置 那麼如果死者的遺物已經合法制成人處處置 那遺留在房屋內或住任標的屋內的財物 可能是已經不具任何價值了 房東可以救房客未限期內移走的遺制物 我們視為廢機物處理 請派出所聯繫房東 但房東手機都沒有開機 現在吳媽媽已經決定向房東提告 她會通報